大家好,我看看现在线上大概八个人 我今天讲的部分内容是针对比较初学者的部分 我没有讲他的深入 因为不清楚大家的程度到哪里 如果说觉得比较简单,大家比较想要看特效的话 可能我再介绍两三个我自己有在用的套件 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比较简单的 这件是有关holdship and check checkbox这个东西 就说出来就是批示选取checkbox的东西 那其实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喵琪 那其实我写程式写大概十年以上有了 那我一直在走的是微软的service website的部分 然后所以我从ASP写到ASPX 然后写到MVC的这个东西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当然就是熟悉sharp 然后资料库需求的部分 然后之前处理过的东西大概就是SMTP的類似server 然后那时候做过的是台新的电子账单 那另外在就是domain know-how的话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都是走金融业比较多 所以就是比较熟的是呢 全政理论家 brexial model 那这东西讲下去的话 因为它后面都是数据基础 可能后面的人都死一票了 对那它是比较比较难入门的一个东西 金融业比较难入门的东西 然后我曾经用JS处理过的是券商报价下单的APP 然后那时候走的是那种hyper混合式开发的一个APP 那其实台湾的券商好像写这个东西的也没几个人 我如果在这里爆料的话 是不定以前我的同事可能就不在意 那他就知道现在在讲的是谁 那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那其实一套JS语言的东西 我们要跨所有各种不同手机的device 还有包括很多不同的浏览器 其实都是一个蛮苦逼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觉得前端不是一个很好干的工作 好 那我自己本身玩过前端的一些工具 那当然那时候走的hypermobileAPP 用的是JQWAB的套件 然后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就是画那个金融业的那个黑线图 我们用HIGHCHAR 然后另外我们有用一些CKET的 这个应该大家还蛮常用的CKET的 就是它可以做那个类似前后台 让user自动输入 输入key in一些文字编辑画面的东西 那另外就是一个boostrade的套件 based onboostrade的一个套件 比如说Next Table就是做一个拖曳自动排序的东西 还有Dragon Show就是拖拉的东西 好像之前也有讲一些拖拉的课程吧 也许它也有介绍过这个套件说不定 那另外就是我本身有画一个Canvas的东西 我不敢说我对Canvas很熟啦 对因为这个HTML的物件一直在发展 它可能变化很多 那我目前认为的清单有三样 第一个就是今天现在我们待会要讲的 去批示选取这个功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都是开在礼拜三 下礼拜三的晚上八点 那个时候到时候我就会讲Canvas 那Canvas到时候我用的范例就是有点像 刮刮乐的一个应用的效果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它最后一个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大家是初学者可能 我有点担心 但是还有人用过Reag 所以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就是除了JS以外 我们必须也要很熟悉 就是Document上面一些的Object模型 比如说它的TD、TR什么 那其实每一个Document Windows上面 我们每一个Tag标签的东西 然后都有它自己的事件 然后在不同Bosser上 它都有不同的属性 然后它的事件是这样 像气候一样 比如说从TD到TR到Table 然后再上来Body这样 再上来到Document 然后这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题目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还蛮难讲 我现在有点后悔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 因为这个现在我还想不到 为什么最好的范例来 就是解说 解说这一整个JS跟Document之间的运作流程 那我之后再找看看 有没有网路上应该已经有能处理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 之前应该已经有人讲过 就是有关于JS就是Array 阵列处理的部分 那我相信我有稍微描一下 之前的人讲过的部分 然后它大概就是有两篇 在Day1跟Day2 Array Cardio Day1 Day2的时候 里面其实都有讲到FullH Slice跟Index 这三个 那我会很推荐就是 大家都到W3、4GUE上面去学习 因为它其实上面都有一些Sample 都已经学好了 那它会针对上面的物件的学习 物件的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Sample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自己试看看 那我这里就快速带过 FullH就是一个物件的里面的方法 基本上物件 我看看 Array在这里 它会让你一个一个去找说 你一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物件元素是什么 那我自己本身常用的话呢 其实是Map 因为我觉得Map还蛮好用 它其实是让你透过你里面丢给它的条件 它其实是回传一个新的阵列给你 有时候我觉得这次在处理一些前端 用前端来这样处理资料的时候还蛮方便 蛮好用的 然后 他们还有起到一个Slice 这个 这个就是在这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定它Index的位置 Index的位置 然后去插入 插入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进来 嗯 看一下 我说错了我这个方法没有常用他其实是选取我们要的第几个到第几个的物件 物件回来 好 是这个 那index of 就是找出来我们要的那个东西 他是在第几个 第几个字元 看看 应该有 array array也有5index index of 有找出我们要的元素 Apple是属于012 第2个元素这里 那因为我现在讲这些的话是因为我们后面在对shift check bus 的时候我用到这些方法所以这些方法就是 大家稍微在w30过上面看过 好 那在做 shift 选 这个动作之前呢 我们还需要就是监测 这个keyboard keyboard世界 因为我们每一个键盘按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key code 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key suite sweet key来判断那不过这个sweet key的话会变成说 每个浏览器 有没有这个东西都不一定 回传东西不一定那我会建议说大家用key code 的话就是 至少 至少比较不容易出错 确保出错 有时候我不会用太新的一些 一些JS的语法因为 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会支援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在看到那些网络上的sample 可以truck看 各个浏览器都truck看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聆听事件 那我会透过 Document Add Even Listen 这个东西我们来监测说 来监测说我现在keyboard是不是有按下shift这件事 那如果有的话呢 我还会用一个 变数名称来记得我现在这个 是 是不是突然没声音了 Hello Hello 没声音了 稍等一下 当机了 þis 声音 closed ici应 b 大家應該是當機了 因為它的那個 Roon好像沒看到了 好,那它等一下應該會再重新一次 我們等它一下好了 好,那在等待的當中 最近大家有沒有想要聊什麼東西的 都可以隨便聊啊 反正今天累不多 輕鬆輕鬆的聊 然後最近讀書會是有攻略 那個什麼 Firebase的SMS 那爽度很高 那它可以支援 那個驗證嘛 然後不用錢 一萬者不用錢吧 所以說 這個講完的時候 我會教大家什麼用 五分鐘就可以 馬上玩那個SMS 還蠻好玩的 然後我們 6月我想要 就是 想要玩那個 RN的部分 RN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來 學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因為 RN也是 越來越成熟了嘛 所以 也 像剛剛看到那個巨灘網 它也是用RN做的 它的熟悉版 那AM、BMB也是用 那個 RN做的 還蠻多 App都用RN做的 對 那我們 那個 6月的時候就會在 旅Aternative的那個讀書會 邀請到JSDC的那個 湯姆斯達達 來做主獎 然後還有邀請一些達達來分享這樣 那 如果 對 手機開發 有興趣的 那 剛好我們又 我們這一群 又剛好在學JavaScript嘛 對 所以就 學一種語言 然後你可以搭配Note 然後也可以 把它 Build 成 App 就是 一件很 很 學一種語言就好了 你不用再去學 什麼 Ruby 啊 PHP啊 Python啊 就是 把 JS學好 那我們就可以 入出不同 我們 我們可以玩的一些 平台這樣子 好 那這邊有沒有大家想要閒聊什麼的 等一下 秒氣大大 開工 對 在 加油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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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吗 我这边帮你直接把麦克风解开来 有吗 现在有了 你刚刚麦克风把它用静音了 哦 好 那就再麻烦没有请到它了 时讯 我找不到 找不到共享萤幕的设定 它应该不用设定啦 就是直接点下去就可以了 共享的功能 共享的功能 你那边看到到我的萤幕吗 现在没有耶 我找到设定了 好 所以现在看得到我的萤幕了吗 有了有了 哦 谢谢 感谢 变数 变数 变数这里吗 刚刚好像是讲到要记录状态 变数这边 对 那还好 切的不会很久 我以为我傻傻的一个人说了半天没有 结果大家都已经不在 我已经离开那个 好 所以还好 就是没有讲太多 所以我刚刚 好 变数的状态 好 所以我需要建立一个变数来 记住我 check pass 就是刚开始选择的时候状态 因为我们是做shift 所以shift 第一次按下去的时候 我是有勾没有勾的状态 我要记录下来 那之后再按下面一个 选项项目的时候 我才能知道说 哦 现在我是要全部勾 还是全部不勾 这样子 好 所以这变数 大家稍微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那另外一个是正面物件的建立 我来看一下我的sample 好 那 因为我们check pass 在html上面 总是会有很多个 那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 是要把check pass 先全部找出来 那找出来之后的话 把它变成一个 arrade的物件 那arrade的物件才能用 我们刚刚说的 for each 或index 或slice的方法 来对它做操作跟变化 然后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先建立物件的东西 那我在这里还是 容我再啰嗦一点 我还是在强调 我真的很欢迎大家 就是到w3 sqo上面好好的 你把每一个 javascript 的变数的物件名称都看过一遍 那你看过 那你看过基本上 对 js里面 动的物件操作 我就会很清楚 好 这是一个整理物件的建立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用到 那另外因为我的sample里面有提到 里面有一个叫一个 JsLinQ的语法 那其实LinQ这个东西大概好像在2002年吧 我可能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没有去过过它的历史 其实它很早就有这个东西出来了 那在Js的话好像是最近几年才有出现 JsLinQ这个东西 那这个A JsLinQ JsLinQ OK 好 这边 哦 有一个也是网路上前人分享过的经验 然后 什么 对不起 好吧 真正是太悲剧了 好 那好吧 就委屈大家看一下英文的版本 好了 那什么是JsLinQ LinQ它其实是就是 我不晓得大家对Js的东西有没有去深入探导过 因为其实我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读书会 那个读书会就是大家来 挑一本Js的书 然后 没有电脑哦 我们就大家纯粹看那一本书 然后每个人轮流 每次大概一小时到两小时的时间 大家轮流就是 挑一个章节 我来讲解个大概 然后看过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说 你有没有什么部分看不懂的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 其实对Js里面就是底层的物件 基本观念就是建立还蛮有用的 不过 不过 好 其实我也想说很想就是在台北建立一个读书会 但是我后来想到 哎 场地真是一个让我非常伤口的问题 好 没有钱万万不能 所以 就觉得 好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还蛮希望能够开个Js的读书会 对 好 那JsLinkQ它其实就是 在Js里面你每一个物件 包括你VAR 或是变数 或是 Function 对Js来说 其实它都是物件的一种 那物件的话里面就有Property Property里面的话就有Property的名称 跟Property的Value 那LinkQ这个东西其实它说出来的就是把你这个物件 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用套件 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套件里面你到底加了什么方法 或是帮它加了什么Property额外的东西我不知道 那我们可以透过LinkQ这个方法就是 我们 我们去对里面的东西 去额外操作 比如说像Oderby 那也许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别人会传进来买利息是什么 那我只知道它是个阵列 阵列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会用Oderby Oderby里面的方式就是 就是把它这个里面的物件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 FirstNet名称 回传回来 或者是我可以在这里写个Console.log 就是它会把我这个传进来的阵列里面的Item 里面的 FirstNet 一个一个Console.log 出来 因为C sharp的话里面就有LinkQ这个语法 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在其他的语言里面应该也有 所以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待会我会用到LinkQ的部分 好 再来看看 好 前面的人大家会觉得有点闷 都还没有开始动工 觉得很 很没有成就感 对 那没有直接操作都会觉得 好像不晓得在做什么 好像在讲天数一样 这感觉我懂 因为我曾经也是 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K了一个礼拜的JQM的书 新手你可能也许会觉得很幸福 但是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工作很久的人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做冷板凳 好 那我就不要再啰嗦 我们就直接看我写的Core的来测试 那刚刚你们就可以看到我其实已经有一个Sample 好 这是我自己写的Sample 好 那 我记得好像之前也有大大分享过JavaSquad 3 这个利用Chrome的Debug的东西是不是 其实我不太 我试一下Mac的F12 麻烦大家等我一下 因为我开发的工具其实都是Windows比较多 好 好 我放弃 好好 随时 原始大道好像又淡氣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再稍等一下 沒有其他喔 這邊有人用剛剛講過那個JSLINK嗎 感覺上那個好像是在用測試語 就檢查你的語法有沒有寫錯的 沒想到也可以這樣用 你有聽過JSLINK 剛剛分享的是JSLINK 可是在我的印象當中 那個好像是才會檢查語法的Style 像那個AMBNB也有加那個JSLINK 上次看的我們章好像是聽說 不太一樣 OKOK 我剛剛是Ling Ling剛剛提到是原生的嗎 還是它是一個套件 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Tangent你知道嗎 這個部分 還是有其他大代有玩過 這個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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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Q 感覺還蠻特別的 感覺還蠻特別的 好那我們稍等一下 沒有其他大好了 那在等待的當下 我們也來看一下 讀書會的境況 嘿嘿 對坑一下 好我們讀書會最近在玩什麼 我們讀書會最近比較有在攻略的就是 API 讀書會 好那我們前天 有攻略了這個 Firebase的 SMS 那我這邊有錄了一個5分鐘快速上手 你只要花5分鐘的時間來看這篇文章 我們公略是花蠻多時間的啦 那我把一些公略當中有的沒有的都去除掉 然後把精華留下來 那就是錄聲重錄了一次 5分鐘快速上手 好給大家看 那我們最近 也有在跑那個 API 哎呀 沒有其他大大 我看一下我來 沒有其他大大 哈囉 沒有其他大大 還沒看到的 這不太慢了 這不太慢了 之前那個MOS大大有來講過那個Core 那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在選的是 JavaScript 那 JavaScript算簡端嘛 那我們一定要一個後端的 那就是選Note 那 像剛剛有提到RubionRail 或者是PHP 那都是ServerSide的部分 那 JS它其實也有出它自己的ServerSide的部分 就是Note的JS 那它的套件蠻多的 那有一個是 For Server用的 就是Core 那Core的話 它比較新 那它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Note已經出到7.4版了 那之前的話 因為它有一些套件 像 我們知道有ES6、ES7這些套件嘛 我們之前的都是在學都是學ES5 像網頁大部分支持的 瀏覽器大部分 都還是ES5 因為少部分已經 慢慢慢慢已經有支援ES6跟ES7了 但是前端跟後端還是會有一些差異 JS的部分 所以 它通常你要同一個語言下去開發的話 可能要做一個轉換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過那個Babel的部分 可能之後如果再學更深一點的話 會 會再 接觸到這方面 叫做 BA A B E A 5 好 好 那 如果你之後要玩那個 React啊 View啊 或者是 Englass 你就會接觸到這個東西 好 那左邊的就是 新的語法 右邊就是 ES5的語法 你可以寫新的語法 然後轉成ES5 那後端的部分 Note是完全支援 ES6 ES7 就不用再轉 但是前端的網頁它還是需要 是ES5 居多啦 那 每個 公司的支援度 對 很多套件的支援度又不一樣 那前幾天在社團上面有人問說 咦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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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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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剛剛是講到這裡嗎? 是已經跳出很久了 這頁是另一個講完了 然後 就這頁嗎? 這頁也講完了 好像講到這頁,對對對 OK,好 然後這頁的話 我直接介紹我這邊的Sample 這裡有說過了嗎? 剛剛都有說過了 剛剛要講這些 好,我們從這裡開始看 我的JS,第一個就是我使用Document的select語法 我們先把我CheckBus那些input的找出來 那找出來之後呢 我給它一個正面的物件名稱 把它帶進來 所以之後會用到這個正面的物件 那我這裡還有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是在對我裡面找到的CheckBus 我只要對它做一些 勾不勾的這個事情 那function要啟動它的話 我一定是要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看一下這個function被加在哪裡 這個function我讓它加在我這個Document 就是 這裡 CheckBus的那個正面的物件裡面 我讓它for each的時候 就是加一個方法 這邊我就是所謂我說的 這個就是LinkQ的語法 然後它會針對我這個正面裡面的物件 我就取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就會代表我這個正列的 的裡面 每一個每一個項目的名稱 那我對這個每一個項目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每一個CheckBus 我都讓它加入個Listen Listen就是當我去點下它的時候呢 它要去做我的這個function的事情 來 設定它一些 夠不夠的事情 那我另外這裡還有寫了兩個function 就是第一個對鍵盤針的偵測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這裡是用Ship的Key16來做監聽這件事情 就是 然後 我 因為 在 大家都是遠端連進來的 所以 比較不容易看出來 就是我現在是不是Ship的狀態 然後我這裡就是做了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邊 做了一個狀態 就是大家可以從這個狀態知道說我現在的Ship是 KeyDump按下的狀態 還是KeyUp 放開的狀態 然後就這邊可以做 那因為這個Sample已經 處理過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作看看 好 現在我 勾一個選項 好 我 Ship按著了 好我現在Ship按下的狀態 然後我 選到這 咦 好像有BUG對不對 沒有關係 有BUG是很正常 我們再來一次好了 Shift Dump 咦 有沒有 我真的是怪怪的有BUG還很開心 其實 網路上 網路上也有一些就是 網路上也有一些就是 這是30天的Sample 那有時候 那有時候我們在網路上或是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找到一些Sample 然後你拿回來自己用的時候 就發現它有BUG 那 這裡我想說的是 沒有人是神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未來的神 只要我們一直不斷地成長學習的時候 那我通常就是我們前面就是 教了那麼多東西啊 悶了那麼久 可是其實我們在這樣Coding完的過程 出現BUG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才是真的學習的開始 如果有些事情我們一開始就是全部都弄好 都很OK 沒有任何BUG 沒有出錯的話 其實我覺得說這是學不到東西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次修正過OK的範例 我們先看 它修正過的範例我們來看一下說 指出來說我這個方式裡面 的一些缺陷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 這個方式裡面就是 當我Shift按下去的第一個的時候啊 它指的是說 當我這個Shift鍵按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陣列物件沒有 我們沒有讓這個陣列做一個排序 那沒有排序的時候有時候我們可能是從後面選到前面 那這時候會出錯 我們需要一個swap 就是轉換的動作 它這裡面有做 它真的是提到地點是這樣 然後另外它 恢復了一個問題就是 TrickBus TrickState 它必須要記著每一個 TrickBus的狀態 就是它上次 的勾選的狀態 再來 記起來 這樣才會知道說 我如果 第一次我現在選了 按鈕是 有勾的狀態的時候 那我下一個 的狀態是不是也要跟它一樣 那如果一樣的話 那如果我 本來就是勾選的狀態 它現在也是勾選的狀態 那其實就不需要再對它做設定 然後另外再來它還有修正什麼問題 對 這個也是跟第一個很類似的 就是說我們 這些元素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去 去記錄它這一點是提到說 我們並沒有去記錄它每一個元素這個TrickBus的狀態這件事情 好那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把我錯誤的扣 把它mark起來 讓大家記得按照 是的 可以 可以 對 可以 我把它抽了它 把它抽了它 把它抽了它 我们来看一次,这是被修正过的扣, 然后重新载入,看一下,这时候是按下的状态。 OK了,这时候我来做一个从后面选到前面这件事情。 全部选,很好,正常了,看起来没什么bug了。 选选,也OK了,再来一次。 不选,过来,是不是就OK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的做法,方训的做法。 第一个,他这里有去额外的, 再去记录说他的check speed设计室。 然后他这里有做一个, 做一个稍微排序,从大到小的事情。 在这个阵列做一件事情。 然后他另外也有对阵列里面的排序啊, 那这个是要看log用的。 对,那这个call晚一点的话, 我再把它放到网路上, 再请既然大家帮我开一个分享的链接。 然后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双双看去体会一下, 就是他这个错误的call跟他正确的call在哪里。 那我现在时间是几点? 咦?好,快九点了。 那我自己来promote一下好了。 那么我下次要讲的东西, 其实是跟Canvas比较有关系的。 那Canvas这边的话,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用的范例。 像这个,是一个JQuery UI的slider的套件东西。 那这个套件可以去控制说, 他的值带到里面。 那带进去的话,里面这个图, 包括这我们这里看到的字啊, 画的这个框线、割线啊, 这个东西。 这个当初都是就是我全部自己刻, 没有用任何套件的工具。 那其实我也不建议, 不是那么的建议就是大家每次遇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刻。 除非说这个东西是网路上你实在是找不到sample, 因为毕竟用别人的帘子比较快。 你自己造轮子那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事情。 而且这个轮子还要能够使用在各同browser上, 那就是一个苦沟。 所以我下一次就是大概讲Canvas文化这件事情。 好, 我放弃找寻某些功能这件事情。 那我今天的讲都大概讲到这里, OK吗? 请吉安达达达, 帮我做个Ending好吗? 好, 谢谢喵吉他。 谢谢。 那喵吉他, 你刚刚聚合网那个是你做的喔? 这个, 好, 对, 是我做的。 实在是很不想提到以前公司的名字, 因为其实这样才, 我觉得台湾业绩还蛮小, 这样可能大家就知道是谁。 OK, OK, 因为吉安达达达里面有达达, 来读书会有讲过啦, 应该你们怎么说。 综合达达应该是什么? 抱歉你说是哪位? 综合, 综合达达。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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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开发聚合网的APP的。 还有Bingo大大, 不知道是不是同, 你们是不是同一个事情的, 就不知道了。 我认为不是同一个事情, 因为你说聚合网开发APP, 聚合网, 现在可以聊天, 现在是聊天时间吗? 对啊对啊, 我会把后面这边卡掉。 就不要再录。 所以我们看, 没有了解我们。